我們這次用的材料都是為了要呼應在地 所以很多都是用竹子,我們實必的竹子 這旁邊有建地嗎? 當然有啊,有很多建地,因為建地都是要賣掉的啊 通常高鐵要蓋,旁邊一定... 都漲價啦 房價要漲漲 放手擋旁邊,要鎮到那邊 請扣喔,請扣,謝謝 嘿嘿嘿 台豬 台豬喔,應該是小白鹿絲 大白鹿絲 他的那個鋪比較長 然後前面的繪比較長 對,我分不太清楚 但我知道他是白鹿絲 他有21種喔,他有講過很多 昨天那影片他有講齁 他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狗 對,一狗,我對那個真的不會 但他講,每次他講我都... 喔,好,我要分享一個事情 是我們媽媽當媽媽都很怕小朋友被那個小黑蚊咬到對不對 以前這個園區裡面 在沒有做公園之前是好多蚊子好多小黑蚊的 那但是大家現在可能都沒有那種感覺對不對 穿短褲的 好,他怎麼做的齁 他說當生態平衡的時候就會沒有小黑蚊 他怎麼做 他說有些池子啊,是不能養魚的 那些池子的,是養蜻蜓跟解決的 他就是要吃那一些蚊子的幼蟲 所以我們這個園區 因為現在大家沒有蚊子的,沒有小黑蚊子 以前他們剛進來,剛開始開工的時候 他們說 都要掛蚊香,都要噴防蟲液啊 就是要噴到很久 現在都不用了 那所以其實他真的生態平衡 見識跟我講生態平衡以後 你就不用怕有蚊子 那其實這可以呼應到我們家裡面 我是這樣覺得 我們在那個服務中心 對,我們在那個服務中心 就是有一個服務中心 對,那因為那個服務中心 他本來是說 要錢 今天他最晚就是來的人 可能沒辦法一起去 但是私立公園就 大家分享 還有就是 其實服務委農工 他可能把它改成服務委農工科技大學 就是那個一定 請問這位先生 我可以訪問你嗎 我是公民機長 我是機長 可以你講什麼東西 我可以錄影嗎 可以 我剛剛聽說 這個東西將來做成公園 不會撤掉 不會 這個園區已經公園要保存下來 那它就是原來的空軍訓練 空軍的機場 它機場變成空軍訓練中心 那這邊是隆坡廠區的規劃 大概有七甲多 那中間是福克大 再過去國王不保的土地 所以這個園區已經固定了 農博展完以後 農博時代以後 這邊就說 可能就是一個大的公園 所以這個 剛剛說是高鐵的預定地 高鐵站在旁邊 這邊走大概不到兩公里就到了 公里多一點就到了 是 前面有台大 將來這邊還設一個國際傳席中心 傳席 傳席就是類似大的園 大的會場 大的會場 對大的集會場 大的會議場地 我們講是說 還有布袋系傳席中心 還有布袋系有會議的 還有展廳 所以那個沒有在農博這次 隔區裡面 都是在這個特定區裡面 高鐵特定區裡面 它是一個公共開發的一個 都市計畫區 它是高鐵特定 我們強調高鐵類的區 所有道路線都規劃好了 那現在建商 他們的私人土地方面 一直陸續在建 那高鐵的特定區 是有多少公頃 公頃這個我不知道 蠻大的 你不知道 那我想知道 高鐵的這個特定區 有多少大 然後這個農博 這個說 將來是變成公園的這個部分 又是占百分之幾 我想知道這樣一個比例 這可能我要查一下 我們沒有這樣算法 好的好的 那就麻煩你了 不好意思 我是公民記者 好奇寶寶 是謝謝 再麻煩你把資料給我 謝謝 那我剛剛也問過 那位科長是嗎 科長 您是哪一個 我本來是在公所上班 現在就是在 華武龍導覽協會 什麼 華武龍導覽協會 華武龍 對對對 我們今天就是華武龍協會 配合來 我們導覽安排 所以你已經退休了 退休了 65歲了 這樣太好了 坐高鐵可以打幾折 我還沒打過 因為租門都是開車 還沒有利用的高鐵 那這邊還沒有設站 等設站以後可以利用 因為它比較方便 是是是 因為我剛剛請問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現在人要過來嘛 那這邊直到五點半結束 那進來一個園區需要走完 要玩個三個鐘頭嗎 應該差不多這樣算起來 大概要三個小時 一個上午跑掉 可是我們如果從台北過來 最遠從台北過來 不要說基隆 我們就說從台北過來 通常一個 像上次彰化有一個博覽會嘛 是 那你們有沒有分析過彰化的人過來 彰化博覽會 像是篩報什麼什麼 他們的這個遊客來源的分佈是怎麼樣 有沒有做過這樣的一個調查 其實這是每次每次我們預計 大概一天大概四五十萬人 人次來這邊 是 所以剛剛我們也有 大概那個科長他有講過 我們有轉運接駁車 我這個我都聽過了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算四五十萬 四五十萬裡面從遠地來的 我們不說這個在地的 在地的很容易 如果我們從遠一點的地方來 從台北來的 他們有沒有依照 彰化的這樣的模式去看 大概有多少比例 在這四五十萬裡面 從台北 或從高雄來的人的比例 是一半呢 四分之一呢 六分之一呢 十分之一呢 有一個預估嗎 目前沒有估這些 因為這個可能叫縣府那邊 會比較清楚一點 它就在意 他們設展單位啊 可能會有這種分析 是 那我相信他們應該要做這樣的分析 對不對 那有這樣的分析了以後 不管是多少 因為我不知道 那有沒有考慮到 這些人從台北下來 他們做的交通工具 來到這裡以後 然後又要三四個鐘頭 還要包括吃飯 那然後你們這五點半就結束了 那他再來的時候 他需要馬步停蹄的這樣走 他那個交通公共交通系統 可以承載多少的人 因為這個縣府規劃他們 我知道他們接駁車都規劃了 就是說你到虎尾街上的車子 他有接駁車 到我們的車站也有接駁車 到交流道也有接駁車 他各種好幾樣的接駁車在接駁 那如果人你進去 他的車流量一直在流 那剛剛我們進來 那建成路那個地方 是外車你只有經過而已 他不能停車 路邊都不能停車 這我都了解 我的意思是說 我覺得瓶頸是從 因為我是從台北來 我想知道我如果從台北來 我坐上幾點的車子 我過來的話 是可以比較悠閒的來玩 我當然不希望 已經坐了這麼久的車子了 然後幾乎是馬不停蹄 這樣一直搞 搞一天回去 然後五點半結束 五點半結束了以後 還要坐接駁車 接駁車才到車子 才到交通工具 火車 汽車 那個 那這樣的話 然後還要 回到台北要四個鐘頭 對不對 如果不是坐高鐵的話 那這樣 我覺得是非常勞累的 有沒有考慮到 這樣的當地來回的人 可以容納多少從台北 可以容納多少從台北 就住的部分吧 不是 以交通 交通的部分 你不是來在這邊參觀以後 他怎麼樣 離開嗎 還是怎麼樣 你沒有聽懂我意思 如果我們只有一班車 這是太誇張了 三班車 三班火車 三班高鐵 那個時間來到這邊 是可以 是可以的 那這樣的話 有多少人 是可以 一天有多少的交通量 可以過來 我問的事情 因為我現在不了解 這回頭是說 他縣府還有多少接駁車在跑 那我說我比較不了解 對 有了接駁車 來到這就沒問題了嗎 總會有車子吧 我們的接駁車 除了這樣 還有我們 還有六條的那個 擺在亮點的那個 都不是只有這門龍舶 其實我們雲林縣 整個都是展區 那還有護展場的部分 都有接駁車在跑 那 到底有多少接駁車 這點我比較不了解 所以你在這邊三個小時以後 你不可能來了 就直接回去 我們希望說你到 其他地方 我有希望你們住在這邊 那這邊 一天會比較趕一點 是是是 一天會比較趕一點 所以你們也考慮到 可以在地 對對對 那有沒有考慮到這個 一個套票 就是說住民宿啊什麼 有一個整個的套票 民宿的話另外是